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布道學的課程的體系 剛剛有講到 這是我千里布道協會 跟全國的社區大學合作的 第15期布道學入門課 那它的這個布道學的這個內海 我不知道大家該有自我介紹之後 可以講一下每一開始的想像是什麼 那我們其實 它是有一個發展脈絡的 從2006年千里布道運動開始發起的時候 其實中間光是千里布道運動本身 就經過四個階段 下個禮拜我們執行長周勝欣會詳細跟大家介紹 從一開始的環島布道的串聯 到現在我們在推動的七條國家級綠道的推動 這個中間呢 經歷了包括環島布道的串聯的第一階段 跟布道路往活化 還有布道守護這個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到國家綠道階段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稱之為布道守護的制度化階段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就是淡蘭 但是其實除了淡蘭之外 淡蘭在這裡 然後我們是台灣頭 其實除了淡蘭之外 我們還有張之細路 如果有看新聞的 各位看到昨天我們張之細路也有幫活動 然後山海郡 還有這個禮拜六直速節會開通的水郡國家綠道 加南大跟土國家綠道 跟唐鐵國家綠道正在規劃 還有南島國家綠道 跟吉良山賴國家綠道 那這幾個其實是第三階段我們在做的事 然後第四階段呢 我們就開始推動布道的國際化 所以今年對我們千里布道來說很重要 下半年我們沒有開布到許目前為止 所以之前有沒有從台北來的 很多人打電話說 今年台北開不開 我們就說今年基隆步道學是最近的 因為下半年我們就要 第四屆亞洲步道大會在台灣舉辦 所以我們下半年就不會開 上半年我們開兩一北一南 基隆步道學跟奇美色大步道學 這是第十六期 就是全國的來說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是 把台灣的國家綠道推動到世界 然後把世界的長距離步道的組織帶到台灣 那希望今年的疫情下半年會穩定一點 那這個你們就有機會 在十二月一號到五號的時候 到台北去參加亞洲步道大會 好那我們有一些出版品 那這一些出版品有一些在我們待會介紹的課程的指定閱讀裡面 但是指定閱讀也沒有逼迫大家一定要看 所以不要擔心 但是有興趣的人 這些出版基本上是代表我們在四個階段 不同階段裡面的一些進展階段性的成果 從這本書是叫《走路》 這是我們的第一本書 現在是已經絕版了 但是裡面有非常多知名作家 寫他們走路的歷程 那我們發現這兩年其實已經不用我們再出走路了 最近大家有沒有人是常在看書的 出去年到今年有兩本書都叫這個名字 有沒有知道 隨便舉一個例子 沒有 一本是我們發起了小野老師寫的 叫《走路回家》 他就寫他自己的生命經驗跟千里護道 到處去走路的這個過程 小野老師的《走路回家》 那好像是他訂一百零三本書 他的一百零三本書堆起來 真的有著作感生這樣子 然後呢 他今年剛出一本《走路》 有沒有人知道 都沒有 是《榮映台寫》 《榮映台寫走路》 很有趣 所以 走路這個風氣已經不用我們追動了 就是一堆知名作家會寫 但是2007年的時候 我們先出了一本書 叫《走路》 然後呢 後來陸陸續續 包括剛剛說的第一階段 環島串聯的階段 就是《千里護道環島幻情》這本書 裡面介紹了十一段 山海豚環島路線的故事 總共可以花75天的時間走完環島路線 詳細的路線 待會我會介紹我們的網站 大家可以去當中 如果你想環島的話 那到農漁村住一晚的 就是在環島路線上面 我們挑了幾個點 鼓勵大家 可以更深入的去 然後也有出高雄 還有象山意見證明的山進 這是高雄的這支大台 好幾條路線 那 跟手作步道比較有關係的 就是這一本 我在後面講到手作步道的時候 一定會提到 2006年的時候我去美國 阿帕拉西山進的故事 就寫在這一本書裡面 我在阿帕拉西山進 然後 那 去年12月6號 這一本 手作步道改版重出 然後這本是新出 叫手作之道 兩本一起合起來出來 這個呢 就收錄了 我們到現在為止 已經在全台灣 做了150條的步道 從那150條裡面挑了 總共30條在書裡面的介紹 所以這個跟 這個課的指令閱讀有關係 好 那 所以 千里步道經過四個階段 那手作步道這件事情 要從阿帕拉西開始說起 所以到現在也都已經 15年 16年的發展歷程了 那這個發展歷程 下個禮拜 聖經會跟大家做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15、16年來其實 各個機關 開始慢慢改變他們的觀念 包括像 劉務局的局長 這個是 局長新制去做手作步道 劉克香老師 他3、5時就會講手作步道的事情 然後 那 淡然 的推動 就是要求全部 都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做 那 台北市政府現在在推台北大眾走 有沒有人走過 還沒有 走過一條段 OK 台北大眾走呢 他們也是 就是希望是用手作步道的方式做 而且 那個 台北市長其實從 2015年開始 每一年都會去做一條手作步道 在台北市場裡面 然後之前在台中的時候就推動 那最近 去年 那個 外副總統 就去做了 彈籃跟張之西路 做了兩條手作步道 然後走了一條 山海軍國家運動 所以其實整個 在台灣來說的話 顧道的支部的改變 在這15年中間 透過千里步道運動 有很大的物理量 好 那 那其中跟我們這個課程的 脈絡有關係的 有三件事情 可以來跟大家介紹嗎 一開始 我們並沒有步道學這樣的概念 好 因為剛剛說2006年 千里步道開始推動了 然後 那 2012年的時候 我們首先先提出來這個願景 這個願景 基本上也是步道學希望能夠在各個地方 跟社區大學合作開課的目標 就是希望每個地方慢慢都打成這件事 天然步道零損失 水泥步道零成長 到了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我們在台中開課的時候 我們就說 經過15年的這個觀念的改變 現在應該要把這句話叫做 天然步道零損失 設施步道副成長 就是開始有一天 木戰道壞掉的人 其實 拆掉 歸零重新想 不要 木戰道壞的人 就過頭換木頭 一直換木頭 這樣 或者是不要換木頭 換仿木 這個都是治標不治本 好 那 2012年我們在 全國環境NGO會議 其實就快到了 每一年的地球日 4月20號 我們會有一個全國環境NGO會議 在那次的會議 我們提出來這個願景之後呢 我們其實在那一次的會議上提出來 在法規面的 在制度上要怎麼設計 才能夠落實這件事情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 所以我現在不講 那 同時呢 我們提出這個願景之後 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到底哪裡有天然步道 哪些是什麼步道 數量是多少 對不對 我們一定會被問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不知道 所以 2013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呢 先跟 先跟台北文山社大合作開 那時候還沒有教步道學 叫做雙北郊山鋪面調查的 志工訓練 那這些志工其實非常簡單 他們 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流程 教大家 GPS 教大家 怎麼拍照 怎麼做紀錄 然後每一個鋪面的變換 就打一次點位 然後 回去統計成一色 那我們把鋪面呢 分成了六個類型 是水泥步道 那非水泥的呢 有自然的 有人工的 人工的又有 沾道啊 墓穴啊 碎石啊 石材啊 石街啊 其他人造物 那整個我們把統計 這就是我們訓練的過程 當時有六十個志工 花了兩年的時間 一年半 走完四百六十公里的 新北市跟台北市合起來的所有的步道 然後完成了那個紀錄 那其實這個是當時的歷程 當時的歷程 到了一四年的時候 完成了這個鋪面調查 那我們就把那個 大家調查的結果 變成GIS的方式呈現 紅色的表示什麼呢 水泥化的程度超過百分之七十五 所以你看 這是台北市的礁山 然後橘色的呢 就是百分之五十 綠色的是不到百分之二十 這樣水泥所在的比例這樣 好 那這個其實 這個結果蠻令人 印象深刻的 因為台北市的水泥步道 在當時的調查 達到百分之七十五 也就是四分之三 都已經水泥化了 然後 那天然步道呢 勝不到百分之十 很少對不對 好 那西北市 其實我們這幾個就發現什麼 是相對比較沒有錢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縣市政府 這個水泥化的狀況就會比較 沒那麼嚴重 那其實大家如果去走軟 大家都走過軟軟古道嘛 沒有 我們的戶外客會走 但只走基隆這一段 不會翻到十分那邊去 幾年前 我那個時候 拿著那個 拿軟古道 一邊是基隆 一邊是十分 十分那邊都是水泥的 然後基隆這邊呢 還保有一些時間舊的 然後呢 我拿那個照片 我每次演講的時候 就會講說 你看西北跟基隆 同一條步道 比一比 一邊是這樣 一邊是這樣 那時候西北市官領局的副局長 他每次聽到我講 就覺得心裡面很那個 他就一直說 他發誓他有一天一定要讓我 從那個 把那個PVT重播的 就是把這個案例拿掉 拿掉 他當然是逼我把內業拿掉 是他要改變內業的那個現況這樣子 好 那 所以其實 西北市的狀況還好 特別是這幾年在做淡蘭的時候 他們是有落實手作步道的 那我們 我們跟台中文山社大學做的時候呢 就調查台中的 那個時候 市長推出台中百里步道 然後我們就結合了三期步道學的學員 前夫後繼的去把這個調查出來 發現台中市的步道呢 水泥化大概是54.6% 然後天然的大概17.8% 可是這兩年 我們雖然2018年公佈這個結果之後呢 這兩年 水泥化好幾條都有新增 所以我們還沒有更新這個數字 可是 每一次 這麼多志工出去調查 都是很複雜的事情 大家 我們目前還沒有打算在基隆步道學 讓大家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夜列浴室想要做這件事 不會 你們剛剛聽了 會不會想要調查看看 基隆的負面到底現況怎麼樣 不會 沒有任何人對頭 好 因為其實呢 這個事情不是單獨 就這樣走過去就好了 沿途要一直打卡 一直拍照 那幾年前那時候技術還沒那麼好 要拿著一台很大的機器叫GAMI 然後呢 一台相機 現在所有事情都會合在一個手機裡面 已經簡單很多 但是大家常常一起出去調查 邊走邊聊天 走一走說 欸 這負面什麼時候換了 然後再退回去 然後再重新打點 所以一個軌跡要走很多 雖然總長460公里 其實 學員應該總不止好幾倍這樣子 才能夠收集到完整的資料 那我們在那一次負面調查的時候 也發現了很多步道的奇觀 最近大家有沒有在臉書上看到 千里步道在過年的時候 發了一批步道奇觀的那個發文 有沒有 沒有 好 你們有沒有訂閱千里步道的粉專 我們要幫大家按讚點一下 然後呢 順利那個自動跳出來 就是優先接收訊息 因為那個 呃 我們有很多活動會用那個臉書 來公佈 那那時候就是很多 我們的致工調查到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說 這到底是什麼 做這個東西要幹嘛 有沒有很像這樣 喔 很像喔 然後 那 還有就是 這是很像圍張建築的金釘農場 其實我們的礁山充滿了這種 違法佔用 失智濫啃 好 然後 好 那 那個時候在台北市 我們還調查到這種 就是 女性走一邊 男性走一邊的步道 你們要不要猜猜看 這是要幹嘛 沒有 你要為什麼要分女性男人 側測 側測 不是 側測 欸 你怎麼知道 你就側測 蛤 蛤 喔 誒 其實是嗎 那裡不是馬族局嗎 妳說的是美濤那邊的嗎 對啊 好 然後 後來 所以你肩快過對不對 去吃東西 去吃東西 有路過這樣子 çıkków 痾 後來我們其實 現在大家看到的喔 我們不是只有調查 還照爆料公司把它就會 是要去要求政府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拆掉了 已經沒有這樣子了 因為那個是違規的 還有這個已經拆掉了 你們猜猜看這是什麼 就是志工去調查的時候 大家拍到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就要猜那裡面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看到那個 這個拿著公文的大哥 還有其他這些就是 市政府的人跟著一起去線看 然後大家確定那個 那個土地全屬 然後大家在那邊討論 處理的方法 這個裡面是什麼 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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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它稱之為 這個私有地公有化 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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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溝通 那2014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發起每一年的 六月第一個禮拜六 是步道日 那今年的六月第一個禮拜六 會遇到端午節 所以我們的步道日會提前在 5月28號進行 那一天是第五次淡蘭首長 會輸 在台北市的主段 到時候也會跟大家來邀請參加 那第一屆的步道日 我們就提出來 那個嬌山負面調查的結果 然後開始 辦那個分散的 會師活動 就是不要太多人去爬山 因為其實我們辦步道日 我們不想要變成什麼 萬人 這樣子對步道不太好 所以其實是希望 全國響應 所以第一次我們辦步道日的時候 全國有五十幾的地方 自發的響應 然後在地方辦小型 小規模的會師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步道學 第三就是步道三部曲 首部步道三部曲的第三部就是步道學 就是現在各位坐在這裡 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開始 跟社大合作開步道學 那其實他的目的是什麼 希望在每一個 社大的範圍 都會有一群 看守步道的種子 在地的種子 因為其實那個步道的風吹草動 在地人才有辦法 隨時的去關注 你沒有辦法 那個子彈打得很遠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到處跑 到各個地方去 包括我們在台北的文山社大 新北宏的社大 台中文山社大 竹北社大 台南社大 高雄第一社大 西北社大 然後去年底到羅東社大 就是其實基本上 都已經開過在地的 就是希望我們培訓出在地的志工去關心 那在我們的 這個步道學的課程裡面 我們希望大家 開始在這個 這個項線裡面 透過這個課程 有一些移動 移動到第一項線 大家現在先聽我解釋 然後你們也想想看 現在你們是在 哪一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特別圈起來的呢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課程 慢慢的到這個位置 好 我來跟大家解釋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字都很小 所以要搶位置坐前面 剛剛試過前面 我還是看不到 看不到喔 所以那個字有辦法放大 這個字有辦法放大嗎 好 OK 好 效果 OK 那個 我看一下 應該 好 看一下 我們 我們這個 這放特別大 因為這個是要特別強 這樣看得到嗎 可以了喔 好 OK 好 這個有所謂的 這個 X軸跟Y軸 好 那 那 一般來說 X軸我們在這裡面講的就是 行動的場面 就是我們這個課程 步道學裡面 應該包含 室內課跟補外課 然後一定會有行動 那那個行動包括剛剛 我講的那個撲面調查 我們跟台北台中的時候 會要去做撲面調查的行動 就用作為內衣學期的成果這樣子 那 透過行動的部分 一般的走路人 會變成 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 因為參與公共行動 好 然後呢 那這個Y軸的象限是什麼呢 是 知識面的提升 這個下面 現在被切掉 就是下面是消費者 上面是專業者 就是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只是去爬山 我們沒有把自己的那個 對戶外啊 對大自然的知識 裝備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在自然裡面 沒有觀察到什麼東西 我們只是一般的消費者而已 就去消費三年 但是如果我們 在知識面 有所提升的話 慢慢慢慢 會成為某一個 專業的 某一種 因為有些人是特別喜歡賞鳥 有些人特別 就這個專業不一定要怎麼樣的全面 好 那所以呢 大家想想看 平常你們快去爬山吧 那應該都是因為平常我在爬山 才會來這邊做的聽課對不對 那你們還覺得 你們參與的一些社團啊 或者是課程啊 是在第幾項線 或是你自己個人現在 比較像是在第幾項線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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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就是 其實 大家一起去爬山 爬山一個人也可以爬 那一群人一起爬 但是一群人爬 如果是 只是 就是好玩而已 那就是聯誼嘛 就是開心 那這也沒有不好 那 但是我們希望上課的目的呢 是慢慢慢慢 就是 我們具有操作的能力 可以回饋公共的這個效果 OK 好 那 整個步道學的課程呢 我們設計是跨領域的 有包括 就是 透過這個課程 我們希望大家了解 自然 工程 人文 跟社會 大家一直想說 入門課 我不要弄到那麼複雜 入門課沒辦法 大概 初步有一個概念 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這其實是 因為 我們發現過去的步道做的不好 是因為呢 做步道的人 指導工程 那 其實步道 它會有 有沒有歷史啊 以前的古道長什麼樣子 你如果 不了解的話 你可能就會把原來古道整成 沒辦法講故事的步道 就變現代的 那現代的 你就會覺得走起來 你也什麼都沒看到 對不對 那或者是施工的過程 可能會怎樣 破壞自然 但是他都不知道 那 還有社會科學 那社會科學是什麼呢 其實它會涉及到 其實在人文這個部分 除了歷史還有美學 倫理學 哲學 然後社會科學這個部分 我後面講手作步道都會提到 因為其實 你要改變步道的樣子 必須要改變政策 你要跟社會大眾 主流對話 所以這個東西 會跟社會科學有關 那我們的整個課程架構呢 就會包含 現在有點被切掉 就是 李山的環境 步道的環境課題 步道歸號問題 診斷跟調查 那目前的入門課 不管是到哪一個社大開課 會有這基本的內容 就是 一開始 我下下禮拜會講這個課 就是 步道的新聞的迷思 到底步道在我們李山的概念裡面是什麼 我下次會講李山 然後中間這三堂課 西地、環境、自然生態跟歷史人文 就是什麼啊 社大哪一個地區的特殊課 因為自然生態能不能從頭講到 不一樣 這不一樣的地方 地質、土壤、植被、地形、水 完全不一樣 歷史人文也是一樣 它都是地方特殊的 所以我們就要跟地方的老師合作 那我會再去講五文三寧跟手中步道 然後有走讀、有實作這樣子 這是入門課的基本類 那進入到實務課呢 其實入門課就像現在大家這樣坐在這裡 我們就是聽課 學作業這樣 那實務課的時候呢 是上完工具以後 自己要認領一條步道去做報告 像上研究所的課一樣 所以實務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考慮以後 但是實務課我們並沒有單獨對外招生 就是它基本上是只對有參加過入門課的人 從裡面我們邀請有意願有能力 想要挑戰的人才會來參加這個課這樣 所以大家 如果你只是想要來放鬆聽一聽 也沒關係 因為你們現在在這裡 但是如果裡面有一些人 是將來你想要去用你的行動 照顧一條步道的 那你就會想要去挑戰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四個月的時間是非常硬的 我們其實除了這個課程的體系之外 我們也有建立功法手冊 但是這個功法手冊不是我們強調的 這有點被切到 我還是把它切成 就是這個細節大家不用看 因為你們不用需要知道這個 一個是我們幫國家公園做的 還有幫林務局做的 步道設計準則 這個是希望讓工程人員操作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你們不需要看點 但是不要那個很簡單的就來問我說 我那個後山有一條步道要用什麼工法 那我就會跟你說 你那兩本書回去看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可以回答 好 那整個我們完整的步道學的體系 會包括這樣 核心課程、通識課程跟外部課程 然後有從第一級入門課 第二級食物課到第三級是實習階段 然後他都有他要上的課程 所以但是大家不要擔心 你們呢 是在這個地方 就這一個地方的課 我們把它抽出來算 什麼人要把這全部都上完呢 步道師 就是你要成為步道師 才要把這全部全部都上完 那通常我們目前培訓從 種子師資一路到步道師至少要四年 才會培訓出一個步道師來 所以我們這個課程的體系 其實是有點希望說 跟現在那個大學的 構成科系的訓練不一樣 他會強調非常多的實作 所以不同的人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在協助領務局 做他們的步道承辦人員的教育訓練 我們就把這些課程裡面 屬於他們要上的課程 拉出來幫他們上 這樣子 了解嗎 好 那 步道學是這樣子 那步道師呢 至少要具備五項能力 步道環境觀察 步道課題分析 解決方案規劃 團隊多通協調 跟環境裡面宣打 五項能力都有才會被認為是步道師 所以我們 這個是課程 這個是實作 然後要具備五項能力中的幾項 可以成為步道師的哪一個層級 所以現在大家在哪裡呢 今天是入門課的第一天 然後你看對過去都是空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做了這個課就是快樂的志工 但是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那就是剛剛我說的食物課 食物課上完 老師從你的調查報告裡面 評定你剛剛的五項能力有一項 可以邀請加入總子師資 然後 總子師資要實行一百小時以上 老師才會去評定你具備三項能力以上 才會實行步道師 其實從去年 到今年呢 我們有好幾個滿一百小時的 但是今年 老師評定完之後 沒有人可以進入實習步道師 還要繼續實習 這樣 了解喔 所以這個實習是要怎樣 你要台灣的 從低海拔中海拔到高海拔 從北到南 你都有實行過 才有可能怎樣 遇到不同的狀況你會處理 不然你就永遠只會處理一個地方 這樣 那就不能夠進行 這樣 好 OK 然後那 呃 實習步道師 實習滿三百小時 被認定具有五項能力 才會成功的步道師 這就是我剛剛說 需要四年的狀況 那目前我們有三位支撐步道師 是所有這些 底下步道師的獎師群 那另外還有一個獨立設置的榮譽步道師 榮譽步道師 不是我們訓練的 是各個地方的棋 今年的榮譽步道師會頒到第三屆 四月二十三號要頒獎 裡面最年紀最大的是九十四歲 他在竹北做那個氣食 氣暖食的老師傅 然後這兩天呢 我們有一個同事 帶著導演去拍澎湖的 做老虎食的 你們知道老虎食嗎 老虎酒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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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珊瑚曝曬 然後後來變成他們同虎 你去 用牆壁 對 用牆壁講也是可以 他是菜宅 就是圍那個菜的那個圍牆 那一種 那個老師傅 那個老師傅是 七十幾歲 對 他是七十幾歲 然後另外 今年還有另外一個是盧凱族的八十幾歲 所以那些農運步道師呢 是我們每兩年會選拔一次這樣子 好 那所以其實手作步道師要非常完整 嚴謹 專業 才不會有這個 把這個名聲做壞 所以這個是我們農運步道師的這個單價 這是避免的成長 去年因為疫情 所以稍微有掉下來一點點 好 這就是前面十四期開課的狀況 另外就是食物課有開過的課跟實習課 其實到目前為止的數字是這樣 OK 好 那大概我的步道學的這個課程體系呢 就先簡介到這裡 就先簡介到這裡 整個跟步道有關的 在國際上的發展趨勢 要跟大家介紹九個主要的概念 這九個概念呢 會出現在後續 包括那個我們執行長盛興老師來講 那個監理步道在做的事情的時候 都跟這九個國際的發展趨勢是有關係的 那手作步道也會跟其中幾個觀念 是密切相關的 沒有那些東西 就不太可能成立什麼步道 OK 好 那我們先 這張地理剛剛有出現嗎 就是 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世界所謂的長距離步道 長距離步道 基本上超過五十公平 就已經算是長距離步道 然後 那 我自己因為之前很喜歡玩嘛 所以我就有在收集這些資料 然後就在地圖上面放圖釘 然後想說 什麼時候來去把它走一走這樣 當然有生之年大概走不完 因為你隨便蓋一條 像比如說我剛剛說 我那時候2006年去到發拉器 這一條呢 三千五百公里 我那時候去也沒走的 也不是為了去走的 是去做步道 那這幾年可能 大家比較聽過的是哪一條 西班牙朝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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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走過 還沒有 相往 相往 對不對 四國邊路 蛤 四國邊路 四國邊路 一千兩百公里 走四國一圈這樣子 有人走過 也沒有 有沒有人走過任何一條 哪一條 西班牙朝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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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電影嗎 這時候只剩下勇敢 對 沒錯 就是那部電影 然後那個 另外一部 跟阿帕拉西有關電影 叫別更三部 有看過 有看過 沒看過 西班牙朝聖之路的電影也很多 大家可以去 大家有MOD嗎 MOD可以找朝聖之路 還有我出去一下 有沒有 沒有 這邊有很多電影可以看 還有嗎 還有聽過哪幾張 就沒有 非常多 其實在這裡 剛剛講西班牙朝聖之路 我後面會講到它 它是在第二概念裡面 我後面要講九個概念 其實每一條步道 都會跟一到兩個概念有關係 然後那 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呢 是兩萬四千公里 多少 兩萬四千公里 2017年剛完成的 花了25年的時間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軸 因為既然要講時間 這個可能 我剛剛畫了一下底色 但是還是有點字 還是有點小 我用講的 那個 剛剛看的是空間 就是世界主要的 長距離古道 在五大洲的分布 那 時間上來說的話 其實剛剛說的熊野古道 再更早 熊野古道大概是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的時候 然後再來是西班牙朝聖之路 是八百四十四年 四國列入是一六八九 那 可是你看這個 二十四季以後 是世界各 主要長距離古道 真正出現的時間 那 非常有趣的是什麼呢 這些都是人為去把它連起來的 在二十四季之前 那是自古以來為了宗教的目的走出來的路 那 所以 阿帕拉契 其實 1920年是從 它有幾個算法 就是 1920年是 美國的登山團體聚集在一起 討論怎麼樣把這個路連起來 那 但是如果是從 最初倡議的那個人 就是阿帕拉契的倡議者是班戀麥卡 他是1921年提出來要做阿帕拉契三九 那 所以 到現在是幾年 到現在 一百年 一百年的步道 那 他 這條步道的夢想 啟發了後面好幾條步道 都是因為去走完了之後 回到自己的國家去做了這條步道 好 所以 為什麼我們 亞洲步道大會到台灣來舉辦的時候 我們的專題演講就是 致敬百年 就是 世界各國受到阿帕拉契影響的長距離步道的組織 我們還會邀請他們來台灣 好 那 呃 世界上的主要的這個步道的概念喔 要講綠道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 可是我們講步道的時候 大家都想像是山裡面的土路 可是 實際上在國際上來講的話 剛剛所講的那個什麼 兩萬四千公里 或者是三千多公里的步道 不可能 全部都是山裡面的土路 像西班牙朝聖之路 如果你看過電影的話 大部分都是走在什麼 馬路上 那 為什麼呢 因為古道 隨著交通的改變 現在很多都是馬路 好 所以 我們在台灣 用中文來講步道的話 大家很容易會 以為都是山裡面的 所以我們講綠道 Greenway 綠道這個概念 包含的比較是這種 呃 這個定義我就不講了 就是 從 因為剛剛其實 萬宇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 基隆這個城市 就是 下次我講到李三也會講到 人居住的空間 跟 自然的環境 它是有一點交錯的 在一起 那所以在這種底下 什麼情況之下 要以人的需求為中心 什麼情況之下 要以自然的狀況為中心 就會變得 其實非常難去拿捏 那 但是呢 這邊就給了一個 一個光譜 就是 綠道呢 它的形態 從非常人類中心主義的 自行車道 城市人行道 公園廊道 田耿水郡 然後城市慢慢到香村 郊區步道 歷史古道 到 接近以生態為中心的山區步道 防風林 生態走廊 這些光譜上面 的步道 很多種類型 它都是屬於 綠道的範圍內 然後 那 所以剛剛我講說 那個 我們在推動 國家綠道這件事情 它其實最重要的特徵 是 不是一段一段的毛毛蟲 像剛剛那幾千公里 是連續不斷的 一條長距離的步道 所以要連續 要有整體的服務機能的整合 可以代表某一個地區的特色 裡面有非常豐富的體驗的內容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可及性 國外在推動綠道的時候 絕對不是那種 讓大家要開車去那裡 它基本上都是盡可能的 因為你一旦走上一個長距離步道的時候 你一定不會回來這邊開車 你會一直走一直走 所以 你走個一天兩天 三天 有的時候五天 那個可及性非常的重要 像加拿大就強調說 從這個大眾運輸 應該說從主要的城市節點 到那個綠道的任何一個點上 三十分鐘之內一定可以到 就是可及性非常的重大在 好 大致上我先把那個綠道 就是世界的綠道的定義 跟類型跟時間走浪 大家有個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從世界的綠道裡面 可以抽出九個概念來 好 那我先講第一個概念 好 第一個概念呢 就是通行權利 通行權利 作為步道最基礎的核心 通行權利 好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 大家有去過英國走步道嗎 有嗎 沒有 沒有 有 冠宇你舉手 沒有 沒有 OK 如果去英國走步道的話 你一定會看到 他們的步道的指標 上面是寫這個 Public Food Place 就是說公有的 公開的 對公眾開放的步道 這樣 那這裡也是 對公眾開放的步道 這裡也是 對公眾開放的步道 這裡也是 然後但是去的地方不一樣 去的地方在下面 你想說跟我們台灣的步道指標 是不是很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步道指標就是說 這裡是去哪裡 但是他要先標 這裡是公有的還是私有的 什麼意思 這個呢 其實要講故事 從18世紀開始 那個 英國 大家都有看那個 王冠嗎 這個巨集 就是 英國的特性 他是 以前呢 基本上是貴族 貴族 擁有莊園 然後呢 但是在18世紀的時候 這些貴族 開始可能 把地賣給一些新的有錢人 然後 那 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 出現了 勞工 在工廠工作的勞工大眾 跟有錢的那些 企業家 資本家 他們會買下 以前的莊園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發生了衝突 就是 以前從古羅馬時代 到現在 給大家公眾通行的古道呢 變成是私有產權 就把它擋起來 就說這裡 這座山是我的 所以 那個 平常你要去爬山 你想想 在台灣大概也有遇過這種事情 但是沒有像英國那時候衝突那麼嚴重 就是 你要去爬山 可是 立主說不可以 那個山是我的 這條古道是我的 所以 尾牆一擋起來 你就不能過 這樣 可是 在工業革命之後 那些 勞工大眾 他們需要 清淨自然的需求 就更多 不然 你整天在工廠裡面 其實很辛苦 然後 那 可是 他們被 這個 露山的 這個限制 所激怒 所以 後來他們就上街頭去抗議 那個時候是還流血的 就是有鎮壓 街頭的鎮壓 然後他們就主張說 通行的權利 那 這個通行權利 在歐洲來說的話 你們如果去查 這個通行權的這個概念 在維基百科裡面 他就會告訴你說 歐洲自古以來 都有漫遊鄉間的權利 這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就算是私有地也是這樣 所以 英國或歐洲的步道 他跟我們 想像那個說 步道就要有鋪花乾煙啊 或者是要 做什麼設施啊 這才叫步道 是不一樣的概念 在歐洲 在英國 在紐西蘭 在澳洲 這些大英國協的國家 他們所謂的步道 就是開放公眾可以通行的路 那個路有可能是碎石路 有可能是馬路 有可能是 並沒有特定去做步道本體 什麼事情 這樣 他強調的是 保障公眾可以通行的權利 大家想像 如果步道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是不是就不成立 像台灣之前有發生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一些新聞 就是什麼 政府做了一條步道 結果 私有地主後來都反悔 不同意 把路封了 有沒有 你們沒看過嗎 很多啊 很多 那其實呢 在歐洲來說的話 這是不可以的事情 英國是有立法的 英國因為當時 這些工人的抗爭 最後促使1949年的時候 1949年的時候 英國通過了一個 國家公園與鄉村步道法案 它其中有一章 就在講通行權利的確保 那這個通行權的概念 它是說 政府有責任要公佈一個地圖 那個地圖呢 就是我的開放步道 公共步道的地圖 要讓大家能夠使用 然後如果遇到地主呢 不願意開放步道 政府要去協調地圖 讓它開放 然後那 在歐洲那個概念 所謂的 漫遊鄉村的權利 除了人通過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你可以 在私有地的森林裡面 採野菇 採野梅 梅子 因為他們認為說 那個是公共的 就是要在私有地上 所以你看這個 你們以前有讀過 那個小紅帽跟大野狼的故事 小紅帽那時候去 為什麼會遇到大野狼呢 他那時候在做什麼 你們完全都不記得 小紅帽的故事嗎 他戴著一個籃子 然後他就是在採草莓 對不對 不是草莓 是野梅 不是我們所做的草莓 然後 採一採遇到大野狼 這樣 OK 如果沒有 賣游鄉間的權利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賣花 不會有這個童話 這樣 我了解 好 那 英國是 除了把這個習慣法 變成了法律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是什麼呢 後面會講到 志工 那他們的志工 去做這些保育的工作的時候 這個在下一個概念會講 他們不是去做步道的鋪面 他們是做那個步道的圍牆 矮牆 種樹或者是做氣石 那為什麼呢 就是地主會委託這一些志工幫忙做牆 免得路過的人跑去他私有的廠權裡面去 雖然這地也是他私有的 這樣 好 那 所以 通行權如果不存在的話 這整件事情就不成立了 那這在台灣其實非常的缺乏 像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推動張之細路 淡然還好 淡然還好 張之細路遇到最多這樣的問題 就是 大家都知道那個什麼苗栗南莊啊 新捷那一代 山坡地農地都怎樣 賣給別人蓋農舍 然後呢 那明明是古道喔 剛剛有人問到說古道要怎麼 有些人提到說那是官道 或者是說那條是什麼煤礦的路 古道要怎麼判斷 其實古道的判斷是一個 蠻深的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官方文獻 那還有地圖 所以其實在以前 都是私有地開放大家 通行 這是那個什麼 善人議局有沒有 這大善人 然後出錢做了一條路 讓大家挑茶葉方便 挑章檔方便 然後呢 可是換成是 別人來變成這個地主的時候 他就說 這是台灣地 不讓大家通行 那這樣子在台灣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就是因為台灣沒有這個法 所以我們 那時候一直希望在台灣 要先立這個綠道法 就是要解決這個通行權利的問題 也就是我剛剛說 一旦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步道就不存在 好 那他的這個通行權利 在進一步衍生到近代 他會強調所謂的通用設計的無障礙 但是這個通用設計的無障礙 跟在台灣講到無障礙的時候 就想到說 1比20的坡道 旁邊有扶手 有沒有 不是喔 不是喔 不是這樣 他的坡 你看我到英國去的時候 我發現什麼 他這樣子的停車場 他寫是無障礙 然後這地上都是碎石 有坡度 然後這也是無障礙的步道 你看這邊有畫一個輪 然後這個門打開 他上面有寫 過去有200公尺的無障礙步道 輪一個通行 然後你仔細看 全部都是碎石路面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說呢 其實是因為 他們並不是像台灣 他們基本上是坡度 坡度為主 不是說那個路面要變成水泥化 或者是怎樣 然後他 基本上 這個是在保力製工信託的 勾板手冊裡面會出現 穿越私有地的時候 的那個砸門 是要讓輪椅可以通過的設計 在必要的時候 那所以人家國外的無障礙 其實強調的是一種 軟硬體合起來的環境 提供沒有任何人被排除的 清淨自然機會均等的環境 但是不是無條件的 不是到哪裡去都要無障礙 是在某一些地方 坡度尋可的地方 就盡可能的提供行動不便的人清淨 可是並不是說 我去鋪鋪面鋪成水泥 或是我剛剛說的斧頭欄杆 是什麼呢 你看他這個畫面 他基本上 他會在那個地圖上面告訴你 我這邊的停車場 這個是有無障礙的 這個沒有 然後 從這裡到這裡的坡度是1比15 會有幾個展望點 那再過去呢 有可能就變1比10 就變更陡的1比1 那你後面就不是無障礙 你就自己判斷 然後 你看他們基本上呢 大家一起走路的人 跟做輪椅的人 可以一起機會去等著散步 但這輪椅是哪裡來的呢 這是控罰 控罰 你要去 這些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打這個電話 去跟他借用 租用這種大輪的電動輪 然後 這樣子呢 他就可以提供 這種 機會均等的 清淨自然的通行權利 那但是不是所有地方 他有幾個前提 就是 在這些我就跳過去 就是在不破壞 自然環境的前提之下 在盡可能的坡度可以的時候 他可以提供大家 親近自然的權利 所以你看 這是無障礙步道 你有出現什麼 木栈道或者是 水泥還是欄杆嗎 沒有 就是把那個路 等於是 夯實 或硬化 然後是 這個 輪椅可以走 歐洲的其他的 無障礙的聖經 這個我就不講 因為其實 日本的 這是我們那時候 跑到日本 金澤去跟他們一起做 步道 那 他們這個 無障礙戰道是結合 當地的森林組合 然後去做 林間的無障礙步道 甚至連身上者也參與 這個施工的過程 所以第一個概念 再幫大家強調一次 通行權利 作為 步道的第一原則 沒有通行權利 就不存在 後面的步道 所以 步道本身 這不是在強調硬體的東西 而是通過的那個權利 甚至包括身心障礙者的通行權利 OK 請說 請問一下剛剛說 那個去到那個地實地 他可以升級大樓民的 這個東西是公共提供的嗎 不是那個 持有財產地主嗎 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 Childen 這個 AOMB的管理當局 AOMB是什麼 就是 北利風光寶羅區 的管理當局 他們提供的 其實那個 歐洲 比如說他們會提供很多 這種 我說的 軟體的 無障礙的服務 比如說 他們會推那種 大輪的嬰兒車 或者是 借你那個 嬰兒的背包 這些東西都可以用借 這就是屬於公共的機關 還是 英國的機制 有點複雜 他有很多管理單位 不是真的是 因為他們經過 就是 柴契爾夫人那個時候 不是一個小政府大社會 所以他們把很多公共服務 都變成私有化 但是那其實是 還是有公共的經費在裡面 所以很難說 他是 不是公共 大家還不是主私人 好 那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因為既然有人問到 英國 跟歐洲 為什麼會以通行權力 作為步道的基本觀念 其實跟他們大部分的土地 都是私有利益 對 他主要是 大概超過一半以上 步道都是位於在私有的地方 所以他一定要處理 通行權 對 那通行權跟財產權 一定會發生衝突 所以他法律有規定 什麼叫通行權 就是 你不是騎摩托車 你是非動力的 走路 騎自行車 這種 就是可以 擁有通行權 但如果你是要騎車 動力的 開車或騎車 這個摩托車 那樣子不享有通行權 是以非動力的通過為主 然後你不可以隨便在人家的片子錄影 那不叫通行權 OK 因為通行是 我要這樣過去嘛 然後你原則上也不可以隨便侵害他的財產權 你只限於通行這個權利而已 所以小紅毛可以採野 蛤 什麼 那小紅毛可以採野 採野骨跟野梅是可以的 但是採水果是不行的 野生的不亂財產 對對對 因為他那個為什麼野梅跟野梅 因為他是會自己發出來的 種的水果你就不能採 這樣 所以他會有這個通行權跟財產權的界限 雖然你是有通行權 但你不能侵害他的財產權 你侵害他財產權一樣是違法的 這樣 OK 好 這是第一個概念 好 第二個概念呢 就是 步道 不是只有硬體的空間 要把時間這個概念 放到空間裡面 這個概念叫文化路徑 文化路徑或歷史步道 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說法 那這上面就列舉了幾條 剛剛講到的西班牙朝聖之路 就是 你只要看到黃色扇背的 就是西班牙朝聖之路 然後這個四國遍路 去走四國遍路的人 會穿這個裝袋 好 OK 有看過嗎 那 它上面都會寫什麼 同行賀人 一個人去也是同行賀人 什麼意思 上帝 上帝 他們宗教不太一樣 熊野古道是神道教 四國遍路是佛教 就是這個空海大師 所以同行賀人 就是 你一個人走空海大師 與你同在 就是同行賀人這樣 OK 然後會拿著一個金剛杖 好 西班牙朝聖之路 是非常重要的一條路線 在第二概念裡面 它是 在文化資產保存領域裡面 第一條被拿出來討論的文化路徑 文化路徑都是從這個開始 在此之前 文化資產的概念就是一個國基 就是一個點 房子啊 碑啊 紀念物啊 反正就是一個具體的 比如說假設越美國小 這是一個歷史建築這樣子 但是沒有說 什麼清朝的官道 是一條歷史國化資產 其實沒有這個概念 那一直到1994年的時候 在世界的文化遺產的這個大會上面 他們提出來說 像西班牙朝聖之路這樣的一個 見證了某一個國家或地區 在歷史上每一個重要時刻 人類互動 以及在貨物思想知識價值觀上 多面持續交互的交流影響 有形的無形的文化資產 反應文化交流的情形 那這樣子的一個線型空間 它也應該是被保護的文化資產 所以這裡開始從點到變線 後來當然還有文化資產更新的突破 就是講那個氛圍 叫場所精神 這個我就不講 它在講建築的部分 那所以呢 這個被指定的八百公里 主要是這一段 法蘭西之路 然後它還有北方之路也有一段 原始之路 有被指定 那沒有被指定的是不是就不是古道 真正的西班牙朝聖之路 它是什麼樣 它是天主教第三大聖地在這個位置 叫Campostella大教堂 然後你從歐洲各個地方的天主教堂 都會從自己住的地方出發 越過碧影遊斯山 走這一條路過來 但是這些路呢 就像剛剛有人提到 這些路現在都已經是什麼 可能是車路或馬路 但是它實際上還是 是不是古道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大家可以放在書裡面想一想 那但是被 就是耶和國教度人組織指定的 主要的這一條呢 是被指定的 但是其他呢 也是自古以來 他們會這樣怎麼路 OK 好 但是有趣的是什麼呢 這一條路也不是最初 天主教徒去Campostella的主要路線 剛剛所說的原始之路才是 那但是為什麼這一條法蘭西之路 變成是指定的文化路徑呢 它其實是拿破仁攻打西班牙的時候 開出來的可以讓大軍走的路 那我為什麼這裡會突然要跟大家說這件事 是因為之後講到淡蘭的時候 也會遇到這問題 因為在台灣 學術界對於古道的定義 跟我現在要講的文化路徑是不太一樣 它是兩個有重疊 但是不完全是相同的概念 文化路徑是一個更大的概念 它的重點在剛剛所講的 見證歷史上人類互相交流交換的 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都包含在內 不是只有這個路而已 路周邊跟這個主題有關的東西 都被包含在內 比如說 這張圖也可以看 這是美國的一隻狼道 步道是虛線的地方 但是它保護的是狼道 而且呢 你會看到 周邊的這一些點 都包含在它保護的範圍內 它保護的是這個範圍內 跟這個主題有關的事情 舉例來說 像這個運河 這以前的非常重要的運河 的廢墟 它被指定為產業移植廊道 因為它是以前的舊運河 那它除了這個本身的這個運河本體之外 當時 運河周邊放置物品的倉庫 還有那個 引用運河的水去磨面粉的那個墨房 這樣子分散在這個地方 只要跟這個運河有關的東西 都被一起包含在這個產業移植廊道的保存範圍內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所以它是 你單獨看某一個東西 它的文化資產的價值可能沒有很高 但是它就是屬於 這個主題的 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 好 所以它的再利用也不會說 我一定要變成完全都是以前的樣子 我也有可能是廢墟 我有可能是重現那個時候的 你看那個CLO運河 它那時候就有穿維多利亞時代的武裝的人 拉著一個驢子 然後拉著船 然後 重現這一段運河的狀態 它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去再利用這樣 好 那 文化路徑 是把這個時間感跟這個主題相關的 看得見看不見的東西都放進來 它也不限於只是陸地上的道路 它還有水路或水路混合的路 這樣講很稠強 剛剛講運河大家已經可以理解了 但是我們再講 接下來 世界的文化路徑還有哪一個呢 大航海之路 大航海之路也是世界文化路徑 有沒有見證世界當時東西幫文化交流 有啊 可是你能不能去走 你也沒辦法具體說 一定是哪一個航道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大航海時代 它是帆船 它是看那個信封的 然後還有看季風的 所以它的航線它有可能是這樣子跑 然後在不同季節跑的路線不一樣 所以它這是一個概念 不是具體紫色 我的路一定是這樣子 這樣 可以理解好了 好 所以它都會把時間的概念 放到了步道的空間裡 而且不只是陸路 水路 像淡然也有水路 以前像暖暖就是有水路 以前是基隆河運最上游的地方 它可以船到那個暖暖下來之後 才挑那個東西走山路 那那個水路也是淡然的 這樣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一樣 那還有一種文化路徑的樣子 比較少見 就是什麼 象徵某一個時期的歷史 國家歷史重要記憶 但是現在不能走的路 現在不能走的路 這個我把它稱為轉型正義之路 這一條叫類之路 它是1968年美國國會通過指定的國家歷史部長 它的故事是這樣 就是在白人來到北美洲 開始侵略原住民的土地 那原住民那時候佔據了密西西里河以東 這一塊平坦的地方 白人為了要他們的土地 通過了一個法案 強迫他們遷到州部 有一個地方叫奧克拉河馬州 奧克拉就是紅 河馬就是人 紅人之州 然後你看那個州這麼方正 就表示怎樣 那是後來畫出來的 那所以住在這裡的古大文明部落 一輩子有沒有去過這裡呢 沒有 這不是什麼他們自古以來 原住民走的古道 他們是在歷史上被白人政府 強迫他們牽過去 第一次走那個路 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然後他們中間要翻過阿帕拉基山脈 有一些部落呢 他們在蘭嶺老少 越過那個阿帕拉基山脈 已經到冬天下雪 所以路上死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就稱這一條路 叫流著眼淚走的路 你們在哪一本書 你們會看到這個呢 少年小樹之坑 你們看過嗎 裡面那個查拉基 他翻譯叫查拉基 其實英文是Cherokee 就是氣落金主 或是雀落金 就是有很多的方法 查拉基的祖 祖母跟祖母講這個故事 如果你們回去看那一本書 你們就會講到 所以呢 在歷史的教科書裡面 沒有這一段 是原住民他們用口耳相傳的 把這個故事流傳下來 一直到1968年的時候 美國國會依據口耳相傳 把這條路線大致上畫出來 然後但是現在能不能走 因為很多都變成高下橋 高速公路啊什麼都切掉了 不能走 但是把這個畫在地圖上 重要的地方設解說台 讓後人記得這個不正義的歷史 這也是文化路徑 還有一種文化路徑 是代表一個城市或一個地方的記憶 重要的記憶 這是波士頓 美國的波士頓 波士頓有兩條文化路徑 一條叫人權之路 一條叫自由之路 你可以想像這是什麼意思嗎 現在介紹這是自由之路 說到波士頓 你會想到歷史上什麼重要的事情 五月花號 五月花號 對對對 誰講 OK 美國的獨立戰爭 就是從這裡開始 五月花號停靠的地方在這裡 到茶葉的地方 然後當時涉及到獨立戰爭的 比如說開國元老住宿的小酒 住宿的飯店 這不是真的現代的飯店 就是住宿的地方 開會的小酒館 他們的埋生之處 就是這邊有一個墨園 或是什麼 他把這一些波士頓跟獨立戰爭有關的點 找出來以後 用一條散步路線把它連起來 這個也是一個城市的歷史的畫路 跟剛剛西班牙那個不一樣 就是說 我自古以來路就是這樣走 但是我現在走這條路 我可以認識這個歷史 這樣 那人權之路是什麼 是解放黑暗的路 那像比如說很多國家的城市都有 就是這種是屬於城市型 你現在走已經看不到什麼東西了 都是現代的東西 但你走一走會看到一個牌子 上面就會說以前這裡是什麼 這樣 很多城市都有 那像比如說我去鹿兒島 日本的鹿兒島 大家有去過嗎 鹿兒島 鹿兒島的歷史文化路徑 你可以想像是什麼主題嗎 薩摩 對 薩摩的什麼事情呢 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從這裡開始的 所以明治維新之路 就是鹿兒島的歷史文化路徑 那不是說當時明治維新有一條既定的路 而是你走這條路 你會看到大久保利通的故居 你會看到西鄉隆盛 最後西南戰爭死掉的地方 就是 你就會知道明治維新這個故事 這樣 OK 牠有一個主題嗎 牠要給那個路線一個主題 還不知道 可能就是點 對 牠沒有主題 所以其實是要有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具有剛剛所說的 那種文化路徑的價值跟意義 所以是不是跟古道的概念不太一樣 大家聽到這裡有沒有比較能夠理解 不是這種 歷史上地圖上就是這樣走 然後就是要這樣子走 然後要維持它某一個樣子 規定 那當然日本也有很多的風景街道 歷史街道古道 比方說 大家有聽過日本的七龍樹嗎 沒有 七龍樹 它基本上是中山道 東海道這種古道 上面那個日本的大名 就是他們的諸侯 如果你有看日劇 大和劇裡面那個什麼 就是幕府將軍的時候 都會讓諸侯的那個 像仁侄一樣住在東京 然後天皇住京都 那幕府將軍在東京 那幕府將軍在東京 江戶 然後他們幕府將軍跟天皇之間的這一條路呢 最主要的那條路叫東海道 但是他們往東北啊 往哪裡都還有主要的官道 在官道上面諸侯要一年要回家鄉一次的時候 那個他們叫做餐行膠帶 這個餐行膠帶 就是要大陣仗的 你會看很多人在扛那個東西啊 然後那個諸侯就坐在教室裡面啊 然後到某一個地方之後 他們一定要住宿嘛 那個地方就叫什麼宿 宿場 所以最有名的是七龍樹 就是他保持著當時諸侯時候的那個宿場的樣子 那個是主要的古道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岩之道 這個是沿接日本海道太平洋 在那個飛駝山脈的那一段南北巷的一條重要的古道 那他們呢 每一年都會伴馬之旅 重現當時的挑古道的穿著啊 挑岩的穿著啊等等 然後會有一段這個古道重現等等 好 香港啊 這個我們旁邊那個 這麼小的一個地方都有文路徑 所以為什麼我們那時候 在台灣開始在講文化路徑的時候 其實台灣沒有什麼人理解這件事情 大家講的是古道 可是我們講的是文化徑 文化路徑這個東西 現在開始 因為我們那時候開始遊說文化部 所以現在大家比較會聽到文化路徑的說法 台灣現在可以推五大文化路徑 唐葉的 林業的 水運的 然後還有林業的 你也有剛剛講過 還有多元族群的 像大家聽過那個什麼 約翰·湯姆森之路 南部比較會知道 齊美色大的時候我們就會講約翰·湯姆森之路 因為那個外國探險家來拍照 這個路線 好 或者是以人為主題的 什麼孫中山史基進 等等 這些都是把時間 放到空間裡面的文化路徑的概念 齁 我講太慢了 OK 我講太細了 其實 其實這每一個概念要講都會講很久 但是我現在講太慢 我要加速了 好 第三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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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步道的靈魂 我剛剛講的是時間 已經很抽象了 現在講更抽象 就是步道的靈魂 步道靈魂是什麼 沒有人走 當然就不會有步道 但是更重要 更重要 這裡要講的是 維護這條步道的人 才是那個靈魂 志工精神 那這件事情 其實在世界各國有不同的制度 在英國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保育志工信託組織 他們會民間招募志工 去做很多保育的工作假期 那這工作假期 從一天的到很多天的 從很簡單的到很豪華的都有 那工作假期基本上 你要去當志工是要付費的 而且是好玩的 就是你又去度假又好玩 然後又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做步道是其中一件事情 那這個是歐洲的工作假期的系統 那我2015年的時候去冰島 去冰島 跟他們做40天的步道 那這個細節我就講 這個其實就是各種各樣的 然後美國 剛剛講說歐洲 美國的話呢 他是另外一個制度 他是建立在國家步道系統法 這個法令 剛剛說1921年 班特麥凱倡議 阿帕拉基山進成立 然後呢 到了1968年的時候 有那個國家步道法 那這個法定他規定什麼事情 第一個 被指定的國家步道就是國家公園 被指定的國家步道是國家公園 是一條線的 而且不是只有線步道本身 中邊的緩衝帶 就是你看過去的範圍 都是被保護的範圍內 所以你不會看到說 有一條長距離步道 然後旁邊就有人賣香腸 然後蓋圍建 做露營場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他那個是一個 有緩衝帶的保護的步道 再來就是什麼呢 每一條步道指定一個NGO 遭落志工 維護步道 然後國家出錢 國家出錢讓志工來做步道 所以我那時候去美國就是去參加這個 這個做步道的事情我後面會再講 所以我所做步道的事情就等後面再講 但是我要講的是歐洲跟美國 他們的這種步道的靈魂的支持的制度不一樣 那大家剛看到這一張馬上就有反應對不對 這是誰 美國的總統副總統 他們在2008年地球日的時候 他們在2008年地球日的時候 去阿扎拉西山津做步道 那表示什麼呢 歐美其實都是 不是說做不到是國家的事情 做不到是社會大家一起做的事情 國家要支持這些事 國家也要一起來做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制度的設計會影響到後面這件事 在台灣是怎樣 台灣是用工程發包的方式在做步道 就會出現剛剛冠雨講的那個狀況 但是其實在政府用工程發包做步道之前 步道都是誰在做的 社區啊 自己用的步道就是自己在維護 原住民也是這樣 傳統領域範圍內 就是你自己要維護的步道 所以其實美國也是這樣 但是它是國家會支持 有NGO招負資工來做 國家會出錢給他 那這樣子比他直接找專業的工班來做還要便宜 對國家來說是省錢的 然後對步道來說是即時的 常常都有人在維護 所以炒就不是問題啦 對不對 所以那個制度的選擇 如果你要工程發包 你只發包一次你要解決十年的問題 你就會怎樣 對 這一次做完 以後不要維護最好 但是世界上沒有這種事情 一定要維護 好 第四個概念 剛剛是步道的靈魂 然後第四個概念是什麼呢 是原來這個路廊的空間 它的用途可能不是要來做步道的 但是當那個用途消失之後 它把這個路廊連續的綁存下來 轉變成是步道 就是交通空間的轉化 這個背後隱含著一個東西 就是挑戰大公路主義 有幾個有名的案例 這裡面放了幾個有名的案例 這個是以前 在騎台灣也有的 最近瑞芳快要開通那個 三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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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路隧道 什麼 就是快要開通了 但是 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舊潮嶺隧道 以前是火車 然後改成自行車道 那這個是在紐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叫skyline 它是空中的鐵道 改成公園 那非常受歡迎 美國第一條 舊鐵道改建的步道系統 是這個地方 然後 它因為這個 它奠定了之後 美國的所謂的 鐵道變步道的運動 它的英文叫rails to trails 那有組織專門在做這件事 這個組織 一開始是保存鐵道 然後 它的背景是這樣 美國有一段時間 剛剛所講的運河 後來鐵路取代運河 後來公路取代鐵路 然後開始大家都蓋公路的時候 鐵路廢線之後 這些鐵路的企業 就開始要賣掉這個財產 可是地方上就覺得說 我如果保留這個鐵道的話 可以做這個事情 所以就要求政府立法 其實是私人的喔 它政府立法 鼓勵 這一些私有的鐵路 舊的線 可以被保存下來 他們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 立法精神 叫做什麼呢 叫做rail banking 就是 把這個鐵道的廊道空間儲存下來 像銀行一樣存起來 存起來幹嘛 給下一代用 你想想看 現在台灣已經發生這件事情了 以前大家聽過舊的糖液鐵道 對不對 舊糖鐵其實在台灣全盛時期 全長達到三千多公里 然後還不是只有運堂而已 它還可以做客運 有沒有人做過 這裡比較沒有嗎 我如果是在中部以南 對 一講這件事就很多人都做過做過做過這樣 做去上學 做去那個工作都有 那 可是 然後來那個糖鐵 糖液不生產之後 糖鐵就慢慢分割 然後就不再連續了 這個等到下一個世代要發展別的事情 這就遇到困難 比如說像 大家知道雲林高鐵在哪裡 在虎尾 虎尾 虎尾那個其實是以前糖液 我們稱它為百年糖 就是日據時代的糖液的重心 就在那裡嗎 那其實以前 那個地方是有台糖小火車的鐵軌 然後他們在蓋高鐵跟蓋中間的科學園區的時候 把鐵軌都拆掉 然後現在又來說 我坐高鐵到那邊 要怎麼進虎尾 這樣了解我意思 大家就說 以前其實那個鐵道存在 如果不要把它拆掉的話 其實你就開台糖小火車就可以進去 所以他們現在有個計畫是要重建鐵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嘉義高鐵站 大家有聽過那個蒜頭糖茶 蒜頭糖茶 它也是為了要解決 因為高鐵站都蓋在那個重化區 尾布拉斯的地方 然後離那個城市都很遠 靠那個BRT其實很遠 所以他們現在呢 最近我記得是前幾個月新聞 就是行政院有核定要蓋蒜頭糖茶的那個 因為它鐵軌大部分還在 就是要蓋那個鐵軌 然後坐小火車做接駁 這樣大家知道Rail banking的用途 你如果把這個廊道呢 現在不用 但是你怎麼知道你下一代又不用 所以既然是連續的東西 先把它存起來 存起來不是把它放在那邊荒廢 把它再利用變成的是什麼 大家現在就可以去使用的步道 所以 像這個是 這個是紐西蘭的 紐西蘭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可以做很多的用途 你看到這個會不會很想去騎腳踏車去掌握 對不對 好 OK 好 那這個是Skylight那個那條線 就是 不是Skylight 我說說 Highline 紐約 紐約的 曼哈頓的 本來是廢棄的 然後後來呢 他們把它改成空中花園 變了很多人 這是他們以前的舊體道的用途 OK Skylight是呢 Skylight是一輪墩 所以 保存交通空間的連續性轉化 所以為什麼大家知道 我們在剛剛說的七條國家節律道裡面 有唐鐵跟水峻 就是保存既有的 南道的連續性很重要 好 第五個概念 第五個概念就是 你要保護的步道 這個保護標的呢 不是只有這條線還包括旁邊 就是我剛剛說那個緩衝帶的概念 跟景觀視線的美質 不是只有保護步道本身 那在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保護的方式 英國就是我剛剛說的AOMB 美麗風光保留區 然後 所以 英國你只要看到這種圖號 它就是一個美麗風光保留區 保護某一種特殊的景觀 在這個景觀裡面 在這個區域裡面的任何房子 要新建或改建都要符合這個景觀 像它這個是保護這種白惡的 白惡記的這種海灘的地形 海岸的地形 因為它有畫美麗風光保留區 所以你看不會出現什麼海岸地毯 所以它的重點就是要保持這樣的景觀 不要被破壞 那當然其實在英國也有所謂的國民信託 在日本有所謂的熊風森林 這些都是保存地景 即使它是私有地 透過信託給一個組織 這是我們那時候去拜訪紐西蘭的信託組織 就是保存這樣的一個私地 然後它是私有地 但是它交給這個組織之後 它的後代不可以改變這個用途 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一直維持這樣子 好 那日本當然還有所謂的禮山 這個下次會再講話 然後美國就是用國家步道系統法來保護 就是我剛剛說的 步道周邊的緩衝彈 所以你看喔 這個也是美國的國家步道 在這一段就長這樣 如果在台灣就怎樣 要做木戰九橋 對不對 可是我是這個景觀 我這個難道也是被保護的範圍 這樣 然後大家就是要涉水而過 就這樣 在台灣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不是很危險嗎 OK 好 所以用各種各樣的制度 來保護護道周邊的景觀 這個是第五個概念 就是保護 是包含周邊的整體這樣 其實在我去阿巴巴西的那幾年 他們正在做一個 阿巴巴西山脈協會在做一個運動 就是什麼 反對在阿巴巴西山脈看得出去的天際線 做那個蜂蜜發電 就是因為他覺得風機差在那個地方呢 會影響視線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在發行 依據這個 所謂的天際線的景觀 去反對那件事情 其實還蠻有趣的 你會想說 其實但是不是 離步到有點遠 是看出去的對岸的 就是上面的那個三極線有風機 對 但是他們覺得會影響那個天際線 景觀的視線 OK 好 第六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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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斷的人類的相互連結 越連越長的這件事情 這個很有趣 這其實 剛剛我們講的西班牙朝聖之路是這一條 但是現在畫的是什麼呢 在歐盟整合之後 歐盟整合之後 不是國界就已經消除了嗎 所以他們開始串聯那個泛歐步道系統 就是你走這個步道 整個歐洲步道系統 它有十四條 那你看這個可以從挪威一直走到義大利 中間當然要坐起來 然後你可以從聖地牙哥 走這個其實是歐洲分水嶺 然後你可以一直走到那個伊斯坦島 大家可以想像那種感覺嗎 非常的酷 跨國的 這種十幾條的長距離舞蹈 然後那這邊 大家看到這個系統 這個叫做GR系統 GR系統是 大概1904幾年的時候 法國人發展出來的 然後也是橫跨 包括德國葡萄牙 西班牙的長距離葡萄牙 它應該有五萬多公里 就是整個GR系統非常的大 然後它的辨識者就是這個 紅色跟白色的7 然後呢 另外我們台灣常常會講的一個 紀州偶來步道 它是2007年做的 那偶來是什麼意思呢 偶來就是韓國的方言 是從家門口通往大馬路的小路 我們回到這裡 所以紀州島環繞一圈 四百二十五公里 有一條 我來步道 這一條步道 串辦人是走過了西班牙朝聖之路之後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世界各國的人都會去走朝聖之路 為什麼我家鄉也很漂亮 為什麼會讓世界的人來朝聖 所以他就串聯了這個環島的步道 2007年 然後 那 他後來帶起了一個趨勢 就是什麼呢 他為了要讓世界各國的人 知道這條新的步道 所以他開始發起世界步道大會 亞洲步道大會 邀請世界各國常立步道組織去開會 然後開會完之後 就去走他們的步道 然後慢慢這件事情 就變成是跨國的連結 然後現在開始 像比如說今年十月是到彌波人 第八屆世界步道大會 然後前疫情之前是西班牙 輪到西班牙朝聖之路辦世界步道大會 那一年千里步道里去 去展覽那個淡蘭跟章之戲 好 那所以他就開始除了辦大會 還有就是聯盟 成立了亞洲步道聯盟 世界步道聯盟 所以千里步道也是會員組織 那我們其實通過步道 就是我剛剛說的 千里步道的第四階段 就在做這件事 就是用步道來發展台灣的 軟實力跟國際能見度 好 那這個剛剛大家已經知道了 這阿帕拉西山境跟太平洋無籍山境 然後你看 美國還有這個怎麼 從太平洋到大西亞的步道 很酷吧 很酷吧 這樣子走 然後 那還有這一條是北塔 北塔羅蘭阿州的 從美東第一高峰到西湖海岸 的這一條一千公里的 從山到海 Mountain to Sea的步道 那這Mountain to Sea步道 跟我們台灣現在在推的三海郡 就是從台江的那個師弟 一直走到玉山 就是東亞的第一高峰 這一條其實是很類似的 那北塔他們開始做這一條 也差不多是2007年開始做的 連結周立公園 還有你家後院的小綠地 把它連結 那比較特別值得一提 也是到這個西湖這個地方 你看那步道還跑出去 在沿著瘦瘦的那個陸地這樣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塊西湖的區域 是萊特兄弟 飛起了世界第一台飛機的地方 所以應該從美東第一高峰 到萊特兄弟的師弟 那個是北卡的非常重要的路 再來就是紐西蘭 紐西蘭有九條 Grade Trail 就是由他們的政府主管 那這個是由民間發起的 從北島到南島 三千公里的長距離步道 那這個我看到 加拿大 花了二十五年的時間 完成了兩萬四千公里的步道 路線之間 就連結了加拿大最漂亮的一些地方 然後他們路的形態 就是我剛剛講的綠道 從很城市的人行道 到很原始的環境 自行車道什麼都包含在內 那香港呢 句話對講 香港那麼小的地方 都有賣離後進 賣離後進 賣離後進總長一百公里 但是它是國家地理雜誌 是由世界踐行者票選前二十大 一生一定要去的長距離步道 才一百公里 比起剛剛那麼多來說 它排不到前二十大 但是呢 當你走在這個賣離後進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一九七九年的時候 香港的總督 就是英國人 賣離後 他們當時做了幾件事 一個就是 你們如果有讀劉克香老師 有一本書叫四分之三的香港 那他就在講那個交友公園的保護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 香港你去都是覺得高樓大廈 可是他交友公園裡面就是不能蓋房子 然後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你會很容易就會看到海 山跟海的這種風景 非常漂亮 趕快離後進一百公里 監禮步道在二零一六年 受交友公園的邀請去協助他們做手作步道的培訓 做了三年 一直到香港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那個 對 站中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去 但是現在他們還在持續的繼續做手作步道 相當的有機會不到手作步道的再說 所以剛剛第六個概念就是 不斷不斷的相連 越來越長的長距離步道的這種夢想 好 那第七概念呢 就是把人型的權力帶回到城市生活的空間 其實這也是步道運動非常重要的觀念 大家不要覺得說我要去步道一定要去遠方 一定要去山上 其實步道這個概念 在城市裡面的人本交通 從人的通行的權利 行人徒步區 或者是那個時候開始推動法國的這個Village 就是現在大家已經都覺得很難接受的 但是在早期其實還沒辦法了解 就是U-bike這個概念 這是從法國的里洋跟巴黎開始的 所以其實自行車道的建制 跟這種方便的結合到大眾運輸系統裡面的 這個是丹麥哥本哈根跟日本的 然後整個英國的自行車道系統的規劃 它其實呢 基本上是要讓行人安全行走的空間 回到我們的生活場域 而不是說我們都是要去原始的山裡面 那我覺得一個最有趣的例子就是這個 這是紐約 大家去問紐約這個 你們看得出來這是哪裡嗎? 時代廣場 你如果看那個跨年的時候 大蘋果要掉下來就在這個地方看 那原來時代廣場在之前的狀況是怎樣? 它是人行道是很寬 就是如果你們有看美國電影的話 最喜歡在那個人行道上很多人在那邊走過去 人行道很寬但是很多人 然後旁邊的車子也一直塞車 那後來呢 紐約的街道運輸委員會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Ted Talk 這裡面有一個當時街道運輸委員會的主席 介紹這個計畫 他們後來把時代廣場變成行人徒步專區 就是 因為反正你車子進來也是會塞車嘛 那我不如呢 把整個全部都變成行人徒步區 車子都不要進來 然後 那這樣人也不會走得很擠 車子都走外面 但是做這件事情呢 並不容易 因為一開始一定會有人反對嘛 所以他們 街道運輸委員會 當時做了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 他們先把這些都是用臨時的街道家具 然後地上的油清都是暫時的 我先暫時的做了一些臨時性的東西 然後讓民眾走一個月 然後跟民眾說 反正一個月後如果大家覺得這樣不好 我們還是可以恢復原來的樣子 然後 所以當一個月的這個過程中呢 大家就發現可以在這邊走 甚至坐下來喝茶 或是吃東西 還蠻開心的 然後他們還做了一個民調 就是周邊的營業額 周邊店家的營業額上升了三成 所以 這件事就開始 那個輿論就開始變成支持 從原來覺得說 這個 讓進程的這個車子更塞 但是其實 他其實是解決了交通的問題 又提供了行人的安全圖顧 所以後來在示範期過後 他們就把它全部都變固定式了 所以那個 那個是一個我覺得很棒的東西 就是行人徒步驅民靜向道 這一些東西其實也是步道的精神 讓他回到城市 不是向外求 而是在城市生活裡面就可以享有 好 第八個概念 第八個概念是把生態 帶回到步道上 不要讓步道變成是 讓漆地破碎的這種切割的線型的效應 而是讓步道變成是連結破碎的漆地 那這件事可以從哪裡講起 這是荷蘭 荷蘭在1990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推動一個國土生態濾網的計畫 他盤點那個保護區、綠帶 還有水域、濕地 找到斷點 就是這些東西照理要互相連結 形成一個生態難道 而不要變成是生態孤島 然後呢 所以他們就透過非常多的東西 那其實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做法 比如說像這種城市的 這個美國的這種綠的藍道 或者是日本的原地衛川的藍帶 然後或者是可實地景圖門設計 或者像法國的這些藝術家 那或者是 這個是也跟剛剛荷蘭的那事情一樣 就是說 為了要達到那個婆土生態 所有的棲地之間都有相連的道路 讓動物可以穿越 所以他們甚至處理到高速公路上面的切割 高速公路當時在開的時候 會讓兩邊的物種沒辦法交流 所以他們通過有一些 就先調查熱點物種 有一些物種是走隧道的 有一些物種喜歡走上面的 那他們就會去做這個設計 所以 1990年代實施的20年之後 在荷蘭呢 阿姆斯特丹開始出現狼 狼 狼到阿姆斯特丹 因為想像這個棲地非常的暢通 然後 所以後來歐盟呢 歐盟就推整個歐洲的生態棲地的國土 就是生態路種的計畫 歐盟在做 那種 非常的 就是讓自然生態 不會因為人為的 現行的開發 而阻絕了他們的相連 最後一個概念 最後一個概念 就是 這個 歐盜 它如何能夠堅固 保育社會跟經濟的需求 可以帶來周邊社區的經濟發展 然後又可以限制這個開發情侶 好 那這邊主要舉的例子是 紐西蘭的保護區裡面的特許制度 它比較適用跟我們台灣比較接近的 現在三年開放之後 三屋或者是原住民協作的這個議題 商業隊的議題 那當然其實除了紐西蘭的案例 日本也有所謂的里山協議 如何把在地的社區整合到這個里山倡議 步道是其中一種 好 那這邊我稍微講一下紐西蘭的 這個背景就不講 它的法規啊 它的保護區步道等等 它們的管理經營計畫 我重點在講這個 步道分級的概念 以及 搭配這個分級 它有非常嚴謹的定義 服務的水準 這之後再講手作步道也會再講道 但這邊稍微提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說 在城市裡面的步道 要如何兼顧人的需求跟自然的需求 其實步道的分級就非常的重要 在國外來說 分級就是在講 我用比較簡單的話講給大家聽 就是說 所謂的已開發區域跟原始區域 步道應該是不同的分級 既然它是不同的分級 那就沒有單一一種做法 你在已開發區域的步道 可以做到 也不是說不能用水泥喔 可以 那水泥是其中一種方式 但是 到了自然環境裡面的時候 你就不能容許這些東西出現 所以它是有一個光譜的 不是說所有的步道都絕對不可以用水泥 不是這個意思喔 好 那所以如果我們先定位好 我們這條步道的管理分級 跟服務水準 我們就可以定出一個合理的 像剛剛講的 你甚至是可以有障礙 對不對 在城市公園裡面 你不要做到這件事 好 那但是 你看 紐西蘭的分級 它不是在講說 我這一集的步道就要做木戰道 我這一集步道就是要 做這個氣實接一 不是 它怎麼講的 比如說 第一集步道 我在步道的表面的要求 是怎樣 這是最大眾的步道喔 步道表面的要求 是要有一個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這個形狀 跟很堅固的 但是它不是說要用什麼東西來做 就是很堅固很明顯的 讓人在好天氣的時候 走在這個步道上 很舒服 不會弄濕鞋子 不會把鞋子沾到泥巴 但是它特別講是在好天氣的時候 你不能要求下雨的時候 也不能弄濕 對不對 不可以 好 那 這個步道水準是怎樣呢 這一條步道的段落 每一個段落 濕滑泥泥的地方 不超過百分之十 它給了一個數字 每五十公尺不超過十公尺 每五十公尺不超過十公尺 有濕滑泥泥的地方 所以不是說我在最大眾的步道 就怎樣 一點濕滑都不行 不是 然後到了第二集步道的時候呢 就是 就是 八十公尺 泥泥的地方不超過二十公尺 到了第三集的時候呢 就是 每一公里 都超過 六百公尺 很多耶 對不對 到了 第五集步道的時候 就是 大致上 維持自然 它是樹根就是樹根 它是石頭就是石頭 它是過水就過水 然後 最高級的步道是怎樣 你完全不要動它 就是讓它保持它 最粗放的樣子 這樣 OK 那這裡面稍微講一下 它這邊講說 不會讓鞋子弄濕滑泥泥 不會潮濕 不會弄到泥 講的是 一個小孩 他的鞋子踩到泥的時候 那泥巴不會跑到鞋面上 就叫不泥泥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 他們整個 紐西蘭的步道 他們強調什麼呢 他的經營目標是要 確保最純淨的紐西蘭 大家看那個 有些牛奶的廣告 也是在這樣進去 就是最純淨的紐西蘭 你在走在步道 所以你看 這沙門第四級步道 維護的標準就是像這樣 然後 基本上 山屋也有分級 山屋也是分四級 分三級 然後 這個 然後去住山屋 他當然一定要付費 你要事先申請 而且 一個山屋只能住四十個人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來控制承載量 好 那 比如說 以你佛步道來說的話 我們要走四天三夜 一個晚上五十四塊紐幣的 山屋都可以用 那如果你是十七歲以下的話 可以免費使用 有沒有很合理 這個十七歲以下 你要鼓勵年輕人去戶外 所以呢 他可以有一個免費使用的 然後如果你是在那邊停留半年的 一年的 你可以買半年票 一年票 住山屋 但是還是要事先申請 好 那另外還有一種特學 就是說 我這條過夜的步道呢 你如果是商業隊 你不能夠住我用納稅人的錢 為一般人蓋個山屋 就是那四十個人的名額 不可以是商業行為 這樣子才公平嘛 不然我們每次都抽不到台銘山莊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商業隊他們都拿那個身份證在抽 抽到再換名單就好 這樣了解 所以這樣怎麼會公平呢 對不對 所以他商業行為 是要經過特許的 他不能夠去佔用一般人的山屋 OK 那這個整個 如果你 所以特許的行業 他就是自己要蓋自己的山屋 然後他可以收很貴的行業 可以讓遊客都不用背自己的狀態 這樣子是不是很公平 OK 所以特許的行業 特許的下島公司 一條只能夠有一家 不然會怎樣 消價競爭 你這個四菜一湯 我這個五菜一湯加綠豆加什麼 對不對 然後 那所以透過了特許的經費 特許公司要給政府經費 然後 他還要負擔 步道維修的一半的經費 然後 所以可以促進 整個社會經濟保育的 正向的循環 這個是特許之間 那 細節大家可以去看影片 我在2013年的時候 帶公共電視去拍的 你們可以輸入 紐西蘭步道解密 就可以找到 你就可以看比較詳細 好 那 九個概念基本上 都講完了 這是在講那個 偶來步道 透過長距離步道 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從07年開始 他改變了旅遊行為 傳統的市場成長 新的民宿成長 搭大眾運輸的人變多 那就表示怎樣 不是團客 然後 所以他本來只是 紀州島只是他去經典旅遊 環島一次就不會再來的 可是他現在變成是 停留時間變長 去小村子 去傳統的市場 變成是小眾的 然後 使用平數的 然後 這個 會一來再來的 不會只來一次 因為那個 紀州步道基本上 就是你要 他要創造一個月的 紀州島生活 你沒有一個月的價 但是你要急張 把它完成一圈 你會去 可能會去十幾次 OK 好 那這個是日本的四國邊路 1200公里 可以帶來的經濟效果 因為他會讓人流 停留的更久 而且會波及到周邊的 交通、住宿、飲食 還有其他的相關的費用 所以他這種長距離步道 是可以帶來的經濟發展 好 OK 這個第十概念 就是我們剛剛說 那個 國際的步道組織的連結 OK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幾個 國際上的重要的概念 其實是從 國際的步道抽出來的 然後其實都跟步道的價值是有關係的 我們了解這十個概念之後 後面再了解千里步道 或了解石座步道 其實都很相關 好 OK 好 那今天不會有作業 所以 就 就先到這裡 好